那么接下来 那好了 聚焦主航道 你把主航道救了 但是什么叫进入无人区呢 这个无人区又是什么意思呢 任正非呢 一看我们都不懂什么叫无人区 他就说无人区就是三无产品 三无 那么第一个无呢就是无人领航 你是老大 就像当年华为不是领航 艾立信就非常自豪地跟我们说 我们就是华为的灯塔 我们一灭你们就触敲 但是我在想 他肯定愿意当灯塔 他不愿意我们当灯塔 是不是 所以他冒着我们给我们当灯塔的风险 还是喜欢当老大 对不对 所以但是华为现在已经成了某种灯塔了 这就叫无人领航 第二个呢 无既定规则 既然你是先行者 当然没有规则了 无人区有什么规则 对不对 有人区才有规则 因为有人才建立了规则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无人跟上 无人跟上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永远没人跟上 一定有人会跟上 除非这个东西不是个好市场 不是个好领域 但是记住 它会慢 当你进入了今天的华为的无人区 华为又进入了另外一个无人区 你必须再刚想进另外一个无人区的时候 华为又跳入了更新的无人区 就是永远无人 对吧 四级的时候很多人都赶上来了 啪跳到五级了 那五级的时候呢 啪又跳到六级了 那么不光把咱们叫天王盖地虎 不光把帝王做好 还要把天罗做好 比如说卫星 通信 这样的话 你就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往走 这个无人区它不是它不跟 而是你永远慢半盘一盘 这就叫无人区 因为在这里 你跟别人讲的 你不要扯什么价格 你扯的就是价值 有人区往往扯的是价格 咱俩比价 货比三家 这个招投标 是个最有意思的方式 大家记住啊 一旦你进入招投标 你这个公司很痛苦 不管是国有企业招标 还是民营企业招标 因为它最后就是 叫低价者胜出 低价者胜出 基本上等于垃圾胜出 大家同意吧 那怎么做低价 我又没有核心精神力 我只有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 还有什么别的招 是不是 你告诉我招 我要有别的招 那就不是我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招投标是个很奇葩的东西 如果你只有一家价值高 就不需要招投标 因为无法招投标 别说华为了 我这些年 一直follow任正非的这个思想 现在做管理咨询 我们不要招投标 只要招投标 我们绝对不进去 那么无人区非常难做 但是我告诉大家 现在总结出来 现代互联网时代 或者说新经济时代 总结了两个套路 我觉得你们公司 可以选两个 其中任何一个 就可以做到 曾鸣教授 写智能商业和智能战略 就在讲第一个赛道 就是叫重新定义赛道 直接进入无人区 比如说阿里 当年做淘宝 就是直接进入无人区 你们都在线下做 好了 就老子在线上 你们的效率 绝对没法跟我比 成本没法跟我比 好 我就进入无人区了 是不是 同意吧 那么现在很多 像头条 做了一个精准的需求定位 和精准的满足需求 就是在媒体行业 这一点也是一个无人区 他自己定义的 对吧 拼多多也在自己定义 自己的赛道 对吧 现在你会发现 曾鸣教授说的 每个行业都可以要重做一遍 所有行业都可以重做 对不对 大家同意吧 比如汽车行业在重做吧 对吧 建筑行业在 比如贝克网最近上市的 他把房地产行业重做了吧 比如滴滴 那么滴滴 他就重新定义了个赛道 对吧 共享汽车赛道 对吧 包括我的合作伙伴哈罗 他们几家 共享单车 包括王兴的美团 也是重新的赛道 是不是 这就是一个 你来定义赛道 这个赛道是你的 当然是无人缺了 因为你定义的 是不是 这个就不一样了吧 你定义的 这个特别多 现在都在这么做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原来的课程 学习都是以线下学习为主 对吧 大家发现线下学习非常好 特别亲切 对吧 但是线下学习的投资回报率太低了 低得离谱 你可以算算 我算过 一个人要听我一天的线下课 至少投入在一万以上 一天的课程 哪怕他的学费只有两三千三四千 一天 但是他的其他成本呢 柴里费 酒店等等的 我还没 我只是算的直接成本 我没有算他的损害 就是因为这样 他占用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带来的其他的机会成本 那你到了线上呢 很多课程 你说线上质量不好 这个相对来说信息量会打折扣 我同意这一点 但是他带来的好处很明显 他可以百倍的便宜 同时他可以利用某些很多盲人的碎片化时间 这样就带来了巨大的益出效益 所以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线上课程会越来越多 而且你也会越来越多的用线上 不管是疫情还是非疫情 对不对 好 这一条我让大家都能理解了 没来 我都不知 想不能复点 你在ACE